这个男子倒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自焚 疑似呢跟女朋友吵架 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在新北市的永和中正路上 他直接拿着装着汽油的宝特瓶 往自己的身上撒点燃自焚 而消防队接获通报 前往救援的时候 这个男子的衣服裤子全都被烧光 而他全身有73%是二度灼伤 警方拉起封锁线 地上还留着燃烧过后的衣服 男子躺在地上裤子也被烧光 脚还不断挣扎 一旁宝特瓶里还装着汽油 女友在现场表情凝重 医护人员进行包扎 将男子送上救护车 凌晨一点多 男子疑似和女友吵架想不开 带着自己准备的汽油罐到永和中正路上 直接将汽油撒在身上 引火自焚 消防人员接获通报前往救援 不过男子身上的火势 已经被路过的民众 用附近的灭火器给熄灭 他女朋友也在现场 没有阻止他 男子因为一时的冲动 造成身上73%的二度灼伤 和23%的一度灼伤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急救 不过因为和女友发生争执 带着汽油自焚 全身烧伤 身体心理都受创 中日新闻女龙生吴宇轩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